近日,在成都市一家幼儿园内,台湾青年廖嘉兴正在给幼教老师培训,谈及自己在大陆的事业。 这位来自台湾的成都女婿说,自己专注于通过培训,提升幼教教师综合能力与素质。 今年29岁的廖嘉兴来自台湾新竹,祖籍江西干州,从小在眷村长大的她,接触过很多来自大陆的老人。 小时候,她常听眷村的老人们聊天,来自大陆的各种口音让她印象深刻,也对大陆有了初步了解和朦胧的印象。 直到大学毕业,她每年暑假都去支教两个月,与当地结下了深厚感情,更意识到两岸血浓于水的事实。 就是外公经常会在我们小时候讲有关于大陆的故事,对于家乡情怀,以这个部分他会讲解的比较透彻。 所以就会在脑海里,以及在心里就有这么一个种子存在了。 有机会来到大陆之后,我也去过江西干州,确实也找到了外公的家。 当时在大学期间读书的时候,到了河北支教,然后服务了两百多个小朋友,也很喜欢大陆的那种教育氛围。 因为我太太是成都人,那我会觉得对于成都还是抱持着很感兴趣的一个态度,想去了解。 2017年,研究生毕业后,廖家欣曾短暂在香港工作,并于2018年来到成都,扎根天府之国创业。 在学校学习幼教研究的他,将视野放在了两岸幼儿教育交流上。 在大陆这五年,廖家欣培训和考察的大陆幼儿园遍布各省。 他认为,幼儿教育过程中,教师的业务能力非常重要,需要参加专业培训和通过相关渠道提升能力。 孩子要培养得好,那我们的老师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。 所以我们以教师为本就是在于此,因为你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,就得要有优秀的老师培养。 那我就想把台湾的教育理念带来大陆,让大陆的老师们能够感受一下台湾的一个教育氛围以及教育理念。 那我们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呢,也很努力,很积极向上,然后还是有把这一个东西呢,放在心上去做一个学习。 目前,六家星在成都一家幼儿园担任教学总监,在他的教学理念中,特别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。 有文房誓保,书法,还有这个茶文化在里面,都是我们想带给孩子的。 因为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呢,是我们国家的本,国家的根,应该是继续传扬下去。 讲事业的重心放在大陆后,疫情之前,六家星还时常回台北,给母校的学生们分享自己的大陆故事,激起了很多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的兴趣。 六家星说,大陆现在的发展平台,更适合台湾青年发展创业。 为什么会以台北西门町前面的那一条路,成都路为分享主题,就是因为我人在成都。 那我想以这个主题来去跟学弟妹们分享的话,是最契合的,也会更有共鸣点。 我说,你想去了解国外,还不如先来大陆走一下,来去看一下,甚至是好好工作一次。 因为大陆这样的一个环境呢,它是集聚了其他国家的一些资源在里面,包含人才在里面。 大陆跟台湾是同文同种,又是同个血脉。 我们说的语言都是中文,你又不用重新学习语言。 所以我是这样子去鼓励学弟妹们来大陆走一走,看一看,工作一下,体验一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影片